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片不管在音乐还是美术上都是如此精致而美丽 这是一个完全虚构的舞台 女主角Makia在十几岁左右外表就停止成长 拥有数百年寿命了他们被称为离别的一族 但是本作的着眼点却是无论在什么时代 在什么国家都有的共同命题 母子之爱 因此我认为不论是谁或多或少都能对本作产生那么点共鸣 孤独一人的少女与孤独一人的婴儿相遇而产生的爱情 明明经历了相同的时间 但少女外表却没有改变 婴儿则是不断地成长为少年再到青年 街道 人群 季节 时代 在很多事物的变化中 孤独一生的他们 之间的羁绊色彩也随之改变 即便彼此之间没有血缘关系 但母亲向孩子清楚的爱 是无私的 看似理所当然 背后却是意义非凡 伊欧夫的人民们会将每天遇见的人事物 编织成名为Hibio的布 纵线为流逝的岁月 横线为人们的生活 虽然他们拥有数百年的寿命 却重视每一分每一秒的时间 珍惜与自身相遇的人们 与发生的事情 与此同时 我才了解到 每个人在他的一生中 就是要绘制 要找寻自己的Hibio 所以以后你跟女生告白时 可以说 你愿意让你的Hibio 染上我的色彩吗 白色的 描写人们的相遇和离别的催泪桥段 自然不必说 但我认为这更是一部能在背景 感受到呼吸的艺术作品 在动画制作中 动画角色等等的插图部分 被称为作画 除此之外的背景部分称为美术 而在制作背景时 第一阶段的部分被称为美术设定 美术监督就是为这些 支撑起故事舞台的建筑物等 设计稿上色的重要职位 而担当此要职的 便是我们的东地和尚 在明古艺术大学 专攻油画专业毕业后 他便投身于动画制作公司 期间担任过 空壳机动队 盗梦侦探的美术监督辅佐一职 Angel Beats 花开物语等 PA Works 制作的动画作品美术监督 在光与影 天空与海洋闪耀夺目的蓝色描绘上 别具特色 尤其是在Angel Beats 第一画 与天使交战的大食堂外观战斗一景 可谓是锋芒毕露 令人印象极其深刻 以13线汤泳温泉为舞台的花开物语 以三重线熊野市为模型的指的明日 东帝而生凭借缜密的取材 描绘出与PA Works 风格相互契合的相绸风景 但在本作中 作为完全架空的故事舞台 从开头的三轮感受到的 却是一种充满异国情调的氛围 一种与以往作品截然不同 有着妄想成分在的壮大感 东帝曾经说过所谓的背景美术就是 一切都是光与影的结合 在他的作品中 你可以看到太阳散发出的耀眼线条 星星在夜空闪烁的美丽模样等等 但在本作中你会特别的感受到光线反射 与明暗使用上的微妙感 像是片中大量水面的场景 水面除了清晰反射出光与风景外 更可重重截取到角色们纯朴内心的透明感 另外在一些阴郁的夜晚之语中 通过地面的水蛙反射出闪烁不定的街灯 一种令人兴奋的幻想氛围 不知不觉就呈现在观众眼前了 光影明暗的使用方法 我应该在自己的点评中说过很多次了 包括四谎 白耳 不起眼等等 通过角色所在之处的明语案间接刻画角色之间的性情写照 最贴切的例子就是当时想要帮助雷莉亚逃离婚约的游行场景中 Makia向雷莉亚伸出了援手 但雷莉亚向后退至了建筑物营影处 与被光所照射的Makia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种不遵循大自然的光影明暗法则 虽然有些违和 但也为作品增添了不少奇幻风格的色彩 另外对于云的描绘也是值得注目之处 正如戏联手一大风格就是利用角色与云的画面来刻画心理状态 这点在当时Angel Beats就可窥见一二 而本作也有相同的手法 举个明显的例子 在情绪不稳的场面上背景就会用上阴天 故事的进行与角色的心境和天空的变化脱不了关系 就像《白香十三话》里说到的一样 你喜欢的云是怎样的呢 天上的云朵代表着人们的成长 在本作品中的最后 漫步于田园风光的Makia背后 有着一条划破天际笔直的云朵 象征的正式接受离别是为了下一次的相遇 而继续走下去的强烈意志 为什么我会说招花戏事这一名比不上原本网友意的 与离别之招竖起约定之花 依或是台湾观意到别的早晨就用约定之花点缀吧 最大的原因在于卡杂罗这一个词 东帝而生说过 背景是为了表现角色存在世界的一幅画 而没有角色代表没有意义 反之而言角色也必须要有画面的点缀 所以才能构成一幅完美的景色 约定之花除了指的是开场蓝色的花朵外 也饱含了最后飘散满屏幕的蒲公英 招花戏事只翻出了对过去的怀念所做的离别与誓言 却没有翻出轰托这份离别与誓言的动作 换句话说就是少了一份动作感在其中 总体来说到别的早晨就用约定之花点缀吧 并没有排山倒海的宣传阵仗 但凭钢妈初次监督指导作为宣传手法终究有限 加上作品走的是较为压抑哀愁的风格 注定不是一个能受到广泛客群会喜爱的商业大作 但难能可贵的作为PA-Works 从TV企划升格为剧场版的动画 在这120分钟内 温柔而又哀愁的思绪渐渐渗入我的体内 随着川景限制那异于优美的音乐 冬地和声纳充满香愁梦幻的风景 得以让人在玩音后仍旧沉浸在余韵之中 品尝钢铁迷里作为女性创作者特有的母爱之情 它绝对是一部值得你走进戏院用大一幕好好观赏这些创作者们展现出来的精彩作品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觉得有什么漏讲或是想分享的感想都可在下方留言 如果喜欢这次节目请不要吝啬用力按个赞 点个收藏 想看到更多多门消息欢迎订阅关注我 我是次郎 我们下期再见咯 じゃね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